萌探探探案真的是一档精彩的综艺节目,从导演到出路头角的成员,他们都在给观众带来精彩的表演。 从IP来看,每一期都选择一个经典的IP,从潜伏到神雕侠侣几乎没有失望。 从接下来的预测可以看出,家有儿女和隐蔽儿伟大之间会有两次IP交换,先洗后杯。 杨子饰演著名角色《下雪》,黄子涛饰演张艺山宋亚轩饰演的《流星》,《下雨》,《下东海》饰演的《高亚林》,《期待中的刘梅游娜英》饰演。 杨子黄子涛在《蒙探探探案》中扮演了一对夫妇,这一次他演的是姐弟俩,他一定很有默契,一直自称颜值和智商都在线的黄子涛,得到了什么样的角色。 杨迪在节目中扮演一孩子,在原剧本中,杨子和杨迪本来是要假扮情侣的,但是整体的造型只能是野性十足,这真的和男孩没有关系。 没想到IP交换因为是喜剧色彩,却在隐秘而伟大突然出现在猪朝阳,引起大家恐慌,至于谁能得到这枚金银会章,我很期待。